近几日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如果打开微信 可能会收到这样的一条来自腾讯官方的提醒 手机号绑定更新 更新说明指出 微信将根据绑定的手机号归属地进行客户端的重新划分 如果你绑定的手机号归属地是中国大陆 那将继续使用微信 如果绑定了非中国大陆的手机号 那将要使用WeChat 也就是微信的海外版客户端 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小动作 已经让很多忧心忡忡的小伙伴脑补出了一场大戏 微信海外版将被掺分成WeChat 类似于完全独立于抖音的TikTok 那自己手机里的WeChat和国内会不会不互通 自己会不会彻底跟国内的亲朋好友们失联呀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微信这部操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海外生活久了的小伙伴 肯定都有遇到过微信的某些小bug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有些发在大群里的消息 一部分人能看到 一部分人却丝毫没有接收到的痕迹 除了群聊 私聊也不例外 有的人和国内的朋友聊得正起劲 突然断了 隔天一问咋回事 对方说你咋不回我 你说我明明回了呀 还互相展示了手机截图 结果发现原来最回货手是微信本信 直接把消息给吞了 让发出去的消息不翼而飞 还有就是延迟的bug 有些人半夜12点 突然收到小伙伴下午6点发来的约饭信息 这长达6个小时的延迟 活生生的割断了兄弟情呀 实际上 这些bug的出现 可能都是微信 在向WeChat进行数据迁移过程中 发生的某些不明原因的错误 按照微信挑出的绑定更新提示 如果你微信绑定的是海外手机号码 微信会询问你目前使用的是否还是海外号码 并要求你的微信和WeChat的归属地 和手机号码的归属地保持一致 这也就意味着 以后绑定海外手机的用户 使用的软件叫做WeChat 而绑定国内手机的用户 所使用的才是微信 这两个软件虽然有很大的相似性 且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但不同的用户群体的数据 保存在不同地区的服务器上 大陆用户的数据存在深圳 海外用户的数据在新加坡或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而只有你的微信绑定的是海外手机 才会收到绑定手机更新的提醒 如果你人在海外 但手机号绑定的是以前用的大陆号码 那么就不受影响 关于这次的手机号绑定更新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把原来用的微信换成了WeChat 那将会产生哪些变化呢 当大家选择使用非大陆手机号绑定微信号 并且确认切换WeChat之后 你的数据就会在十个工作日内 迁移到WeChat的服务器 与此同时部分功能也会被禁用 被禁用的功能将有视频号在某些地区 游戏在某些地区 健康码和其他需要人脸识别信息的小程序 儿童手表 直播 青少年模式 以及微信动 与此同时 绑定更新提示中心已经说明了 某些功能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通 这相当于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作为最基础的聊天功能 必能互通 这也就意味着 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们日常的发微信 打语音 刷朋友圈 看公众号 都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可能会让大家狂松一口气 当然 毕竟是两个不同主体运营的产品 WeChat和微信确实也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游戏功能和人脸识别功能 就在有些地区受到了限制 小编的一些朋友就反映 因为国内手机没有开动卖游 只得绑定国外的号码 而被迫告别游戏了 然后随着人脸识别功能的受限 在国内出门必备的健康码等刷脸小程序 也将无法使用 还有某网友反映 如果是用北美手机号注册的WeChat 那么则无法享受微信钱包功能 如果只是把中国手机号换绑成北美手机号 那么钱包功能还可以继续使用 而且 不管是哪个地区的WeChat 都不能再使用网页版的微信 但微信还算是有良心 打了一杆子 给了一把甜枣 虽然一些功能受到限制 绑定海外手机的WeChat的用户们 也会有不少的福利 例如无广告版的朋友圈 以及恢复的CallKit 和全新推出的WeChat Out CallKit是苹果在iOS时 开始提供的一项功能 允许用户使用的第三方应用 接受语音呼叫时 可以直接调动来电画面 这样一来 就可以如同接电话一样 接语音通话 无需专门调回微信页面 这样的接听语音聊天优先级较高 且不会被来电呼叫直接打断 大家可以在设置 新消息通知中打开 语音通话用系统电话接听 开启CallKit 有了这个功能 不用解锁iPhone 就能迅速的接听微信语音电话了 而WeChat Out 是腾讯推出的一个网络电话功能 类似于Skype 可以向全球多个地区拨打电话 从目前流出的资费表来看 WeChat Out的资费较为低廉 从中国大陆向美国拨打电话 大约是每分钟0.05元人民币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总结的 微信与WeChat的差异 至于大家想保持微信 还是换成WeChat 就自己去衡量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